第一课 简单的爱情 课文一 孙岳和王靖聊王靖的男朋友 听说你男朋友李靖跟你是一个学校的,是你同学吗? 是的,他学的是新闻,我学的是法律,我和他不是一个班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 他一个人踢进两个球,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就慢慢熟悉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 生词 法律 俩 印象 深 熟悉 不紧 性格 专有名词 孙岳 王靖 李靖 课文二 王靖跟李老师聊他要结婚的事情 李老师,我下个月五号就要结婚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 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经常一起打球,唱歌,做菜 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 祝你们幸福 生词 开玩笑 从来 最好 共同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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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专有名词 礼 课文三 高老师和李老师聊结婚后的生活 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二十年了 到6月9号,我们就结婚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 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很新鲜 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现在 两个人共同生活,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 您说得对 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多问题 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你们才能更好的一起生活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 那什么是浪漫呢? 年轻人说 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 中年人说 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 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 老年人说 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 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 说到结婚 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 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 但两个人共同生活 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 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 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 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 从他嘴里说出来 也会变得很有意思 在我难过的时候 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 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 结婚快十年了 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 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 生词 自然 原因 互相 吸引 幽默 脾气 第二课 真正的朋友 课文一 小夏和马克聊马克的中国朋友 来中国快一年了 一起看书 逛街 踢足球 有时候 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 你的这个朋友 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 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 怎么样 没问题 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 正好 一起去吧 听说明 声课 适应 教 平时 逛 短信 正好 专有名词 下 马克 课文二 小李和小林聊同学聚会的事情 星期天同学聚会,你能来吗? 能来?班里同学,你联系得怎么样了?来多少人? 差不多一半吧 张远还专门从国外飞回来呢 是吗?毕业都快十年了,真想大家呀 对了,今天早上,我在地铁站遇到了王靖 他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了 他这次是来旅游的 那太好了 麻烦你跟他联系一下 请他一起来参加同学聚会 聚会就在学校门口那个饭店 六点半,别迟到啊 放心吧,星期天六点半见 声词 联系 差不多 专门 毕业 麻烦 专有名词 林 张远 上海 课文3 孙月和王靖聊他们的朋友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你真年轻 这是上大学时的照片 一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想起过去那段快乐的日子 好像重新回到了校园 旁边这个人 旁边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好朋友吧 你们现在还联系吗 当然了 尽管已经毕业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经常联系的 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 真羡慕你 我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去了南方工作 我们俩已经好久没联系了 我一会儿就给他打个电话 对 要知道 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有一段真正的友谊 是多么不容易 生词 好像 重新 尽管 真正 有意 课文4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朋友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离开朋友 我们的生活一定会非常无聊 那么 怎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呢 当然 要有好脾气 一个脾气不好的人 虽然不一定让人讨厌 但是 但是 却很难跟人交朋友 因为 没有人会喜欢 跟一个总是容易生气的人在一起 我们还要经常跟周围的人交流 交流 能让人们互相了解 如果有共同的兴趣 爱好 或者习惯 就更容易成为朋友了 人的一生可以什么也没有 但不能没有朋友 而且 必须要有自己真正的朋友 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觉得 朋友就是能和自己一起快乐的人 有些人觉得 朋友应该像镜子 能帮自己看到缺点 而我的理解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真正的朋友会站出来 及时给你帮助 当你无聊或者难过的时候 真正的朋友会陪在你身边 想办法让你感到幸福 第三课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课文一 小夏和小雨聊小雨面试的情况 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 还可以 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 就是我有点紧张 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说的对 三月十五号上午八点 在学校体育馆 还有一个招聘会 你去吗? 我还没决定呢 听说 这次招聘会 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声词 听 紧张 信心 能力 招聘 招聘 提供 专有名词 小雨 课文二 马经理 马经理和小林聊 招聘 这次招聘 小林 这次招聘 不是小李负责吗? 本来是小李负责的 但是 他突然生病住院了 所以 就交给我来做了 哦 这次应聘的人多吗? 经理 这次来应聘的 一共有十五人 经过比试和面试 有两个不错 这是他们的材料 您看看 这两个人的能力 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你通知他们 下周一上午九点 来我办公室吧 好的 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 生词 负责 本来 应聘 材料 符合 通知 专有名词 马 课文三 小林和王静 聊王静的工作情况 王静 好久不见了 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 你现在在哪工作呢? 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 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 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 另外收入也不错 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 你能来参加吗? 能来 虽然这次来北京 时间安排得很紧张 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 去跟大家见见面 声词 律师 专业 另外 收入 咱们 安排 课文四 面试的时候 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还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真没想到 找工作这么顺利 你想知道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 首先 要穿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回答问题时说的不要太快 声音也不要太小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 当然 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 生词 但如果想改变 但如果想改变却很困难 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 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感觉和判断 所以 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留下好的印象 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更顺利 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留下好的印象 你可能会卖出更多的东西 但是 如果第一次见面 给别人留下像不准时这样的坏印象 那么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 所以不管是上课 上班 还是与别人约会 准时都非常重要 第四课 不要太着急赚钱 课文一 小林和小李聊小李的工作 听说你又换工作了 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吧 别提了 我以为新工作比以前的好 没想到还没有以前好呢 上次那份工作 你只做了两个月就离开了 其实 完全适应一个新的工作需要一年时间 所以经常换工作不一定好 我也明白 但是那份工作的收入太少了 你才到新公司不要太急着赚钱 多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好 我一定会努力把现在这份工作做好 那份调查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完 按原来的计划 应该是两周 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完成 周末 周末保证做完 虽然最近工作很忙 但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谢谢您 现在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做 真不知道该先做哪个好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我都把当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写在笔记本上 提醒自己安排好时间 你也可以试试这样做 这个办法真不错 这样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生词 调查 原来 计划 提前 保证 提醒 乱 专有名词 王 课文3 王经理和马经理在说工作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我们和上次那个公司的生意终于谈成了 太好了 你工作那么努力 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我原来以为做生意很简单 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容易 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 慢慢来 万事开头难 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 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公司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生词 生意 谈 病 积累 经验 一切 课文4 我们今年的工作都已经按照计划完成了 这一段时间 尽管工作很紧张 中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我们成功的解决了问题 顺利的完成了工作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另外 马经理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大家按时完成了工作 公司决定 这个月给每人多发三千元奖金 感谢大家这三个多月的努力工作 希望明年能有更大的成绩 生词 按照 成功 顺利 感谢 消息 按时 奖金 课文5 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不要太急着赚钱 不要眼睛里只有工资和奖金 在工作的前几年 重要的是丰富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习与同事交流的方法 积累专业知识 这些比收入重要多了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 甚至是非常不喜欢的工作 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对工作的责任心 一个人即使能力再高 经验再丰富 如果对工作没有责任心 也很难把工作做好 声词 声词 工资 方法 知识 不得不 甚至 责任 第五课 只买对的 不买贵的 课文1 王静 王静在家具店买沙发 小姐 小姐 您好 您想买什么家具 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 谢谢 我想买沙发 您看 这个沙发怎么样 现在正在打折 比平时便宜了一千块 价格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 您放心 质量肯定不打折 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 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 就要这个吧 声词 家具 沙发 打折 价格 价格 质量 肯定 流行 课文2 王静和李静在商场买东西 咱家的冰箱太旧了 商场正好打折 我们顺便也买一台吧 今天买的东西太多了 再说 这个月家里已经花了五千多了 这么多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没错 上个星期光买沙发就花了两千多 但是咱家的冰箱实在太旧了 制冷效果也不太好了 还是买个新的吧 那好吧 我带的现金不够 用你的信用卡吧 课文3 李静和王静在超市买礼物 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 给他带点什么礼物好呢 他很喜欢葡萄酒 我们就给他买两瓶葡萄酒吧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 你知道哪种好吗 我觉得这种不错 你看他酒瓶做的都这么艺术 而且电视上经常有他的广告 我想味道应该不错 广告只会介绍优点 却不会说它的缺点 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好 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 你说的也对 商词 邀请 葡萄 艺术 广告 味道 优点 实际 课文4 买衣服 只考虑价格当然不好 但是只考虑买好看的也不一定对 我买衣服的标准是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第一 自己穿着舒服 第二衣服的质量要好 而且又不能太贵 对我来说 衣服的样子流行不流行 并不是很重要 很多年龄大的人 喜欢在打折的时候买便宜的衣服 但对那些衣服是不是适合自己 却考虑的不多 这点是我理解不了的 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 即使花钱很少 也是一种浪费 生词 考虑 标准 样子 年龄 浪费 课文5 现在网上购物变得越来越流行了 年轻人尤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在网上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 你可以上网买书 买衣服 买包 还可以买家具 买手机 网上购物能够受到人们的喜爱 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 网上的东西很多 而且比去商店买便宜 这是吸引人们购买的主要原因 其次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上网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卖家可以把你买的东西寄到你办公室或者家里 非常方便 生词 购物 由其 受到 任何 记 第六课 一分钱一分货 课文1 张远和李进聊李进昨晚的购物经历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 你忙什么呢 昨天妻子让我陪她去超市买果汁 我把手机忘在家里了 买这么点东西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我们先去逛了会商场 一进门 售货员就热情的为我们介绍这介绍那 他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买东西时我只看自己想买的 而且喜欢自己看自己选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是啊 回家以后我才发现 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商词 果汁 售货源 袜子 打扰 竟然 课文2 王靖在商店买西红柿 西红柿新鲜吗 怎么卖 七块钱一斤 您放心 保证百分之百新鲜 怎么这么贵啊 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 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两倍 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 一分钱一分货 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 对皮肤有好处 好 那我先买几个尝尝 好的 给您西红柿一共两斤十四块 生词 西红柿 西红柿 百分之 倍 皮肤 好处 肠 课文3 李进在商场买行李箱 先生 我们店的行李箱都在这里 请问您要什么样的 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 您看看这个 不管从价格方面看 还是从质量上看 都是值得考虑的 质量是不错 请问这个多少钱 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活动 打完折是999 另外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 你们的服务不错 价格也可以 就买这个吧 声词 轻 方面 值得 活动 内 免费 修理 课文4 顾客朋友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书店今天举行 购书送好礼活动 购书满100元 送一个笔记本 满200元送一本词典 另外一些图书还有打折活动 其中小说75折 地图8折 留学考试用书6折 如果购书满500元 可免费办会员卡 以后购书可打8折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和所有的小朋友 还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 欢迎大家选购 声词 支持 举行 满 其中 小说 会员卡 所有 获得 课文5 人们常说 一分钱一分货 意思是 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以说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一般情况下 你花的钱 你花的钱越多 买的东西也就越好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质量很好的东西也会很便宜 例如春天来了 冬天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 质量很好 还很便宜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 一到节日 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降低价格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商词 情况 例如 举办 个 降低 第七课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课文一 小李和小林聊天气和身体情况 你的鼻子怎么流血了 快用纸擦擦 我还不习惯北方的气候 估计是天气太干 今天天气不是很冷 你怎么穿这么多 就是因为昨天穿的太少 我都感冒了 最近感冒的人特别多 你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 我只是咳嗽 有点头疼 不严重 多喝点水就好了 春天天气时冷时热 特别容易感冒 这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保暖 另外 最好经常打开窗户 换换空气 声词 流血 擦 气候 孤寂 咳嗽 严重 窗户 空气 咳嗽 你咳嗽好点了吗? 医生怎么说的? 还是老样子 他让我以后不要再抽烟了 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也知道 可是我觉得抽烟这个动作看上去很帅 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了 后悔就来不及了 其实 家人也一直反对我抽烟 我自己却觉得没什么 但最近总是咳嗽 所以 我有些担心了 抽烟不仅对自己没好处 还会影响周围人的身体健康 为了你和你的家人 别再抽了 生词 抽烟 动作 帅 出现 后悔 来不及 反对 课文3 小李和小林聊电脑对身体的影响 我最近眼睛总是跳 大夫说是因为我长时间看电脑 眼睛太累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工作 眼睛很容易累 最好是每过一小时就休息休息 然后再开始工作 医生也这么说 他还告诉我要多向远处看看 尤其是多看看绿色的植物 长时间对着电脑不仅对眼睛不好 身体也会不舒服 研究发现 如果人一天静坐超过六小时 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是啊 像咱们这些久坐办公室的人 要注意 有时间应该多站起来活动活动 好 咱们午饭后就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吧 生词 大夫 职务 研究 超过 散步 课文4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 那么什么才是健康呢 过去 人们认为健康就是指身体不生病 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健康还指精神上的健康 只有身体和精神都健康 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有一位教授用数字来说明健康有多么重要 要是健康是一 其他都是一后面的零 如果没有一 不管有多少零也没用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锻炼 别等健康出问题了才后悔 生词 指 精神 教授 数字 说明 钥匙 课文5 我听一位医生说过一句话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要是时间 最好的运动是散步 前两条我理解的不深 最后一条我完全同意 散步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锻炼方法 既可以活动身体 又可以减肥 而且不会像跑步那样辛苦 晚饭后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肚子吃饱了需要活动 家人忙了一天需要交流 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 能加深感情 听孩子谈谈学校里有意思的事 一天的烦恼就都跑掉了 听孩子们在研究中 深思 一天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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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一天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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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老师和高老师聊关于巧克力的事情 这种巧克力味道不错,你在哪儿买的? 不是我买的,是我女儿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很多人出国后常常会买外国的巧克力,回来送给亲戚朋友。 是啊,因为很多人都爱吃巧克力,尤其是女性。 这是为什么呢? 巧克力大多是甜的,而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的。 而且,听说伤心难过的时候吃块巧克力,还能使人的心情变得愉快。 生词 巧克力 亲戚 伤心 识 心情 愉快 课文2 小夏和马克聊关于上次足球比赛的事情 这里的景色真美,空气也好。 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吗? 好多了。上次足球比赛后,好久都没这么放松了。 你不要有压力,好好准备下次比赛就好了。 这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回忆那次比赛,如果我们能再努力一点,就一定会多进一个球。 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就让它成为过去吧。 只要这次你好好准备,一定能把比赛踢好。 课文3 马克和司机聊关于堵车的事情 师傅,我去大使馆,你是不是走错了? 现在是上班时间,前面有点堵车,我们走另外一条路,距离差不多。 那就好,堵车浪费时间,遇到堵车,心情也堵。 可不是,上班堵车怕迟到,下班堵车怕回家晚,每天在马路上开车,要想不遇到堵车,还真难。 一遇到堵车,人们就容易变得没有耐心,长期这样,还会影响脾气,甚至性格。 但是,您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好呢? 我们改变不了堵车,但是可以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情。 堵车时,正好可以休息一下,还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生词 师傅 大使馆 堵车 距离 耐心 课文4 草绿了,那是生命的颜色。 花开了,那是大自然的礼物。 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只要有心,生活中的美到处都是,生活的态度要自己选择。 因此,遇到烦恼时,你应该想一些办法让自己从不高兴的心情中走出来。 窗外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个窗户前。 选择一个能够带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窗户,这样才能选对心情,选对生活的态度。 生词 生命 缺少 到处 态度 因此 课文五 科学研究证明,女孩子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性格比较阳光,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是她们的共同特点。 而喜欢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子,性格比较浪漫。 颜色也会影响人的心情,不同的颜色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情变化。 红色让人变得热情,黄色和白色让人心情愉快,黑色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会觉得很舒服,变得安静下来。 绿色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 生词 科学 证明 往往 阳光 积极 特点 第九课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课文一 王静和孙岳聊孙岳减肥的事情 怎么又买了这么多饼干和巧克力? 难道你不减肥了? 减了一个月都没瘦下来,我实在没有信心了。 如果你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而且要多运动。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一个月下来,我只轻了一公斤。 一个月太短了,要想减肥成功,只能坚持,才会慢慢有效果。 我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但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这些饼干和巧克力送给你了。 课文二 李进和张远聊张远的成功经历 你网球打得真好,还得过那么多国际大奖,每次看你比赛,感觉你轻轻松松就赢了。 哪里啊?那是你没看到我辛苦练习的一面,没有人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我从小也对网球感兴趣,但是到现在还是打得不怎么样。 你知道吗?不管春夏秋冬,我练球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 真是不容易啊,看来我只看到了你成功时获得的鲜花,却没注意到你成功前留下的汗水。 任何成功都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 只要你坚持练习,我相信你也会越打越好的。 生词,网球,国际,轻松,赢,随便,汗,通过。 课文三 小林和小李谈王红的成功经历 你还记得王红吗?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新闻,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 听说他毕业后放弃了律师的工作,开始专门写小说。 没想到他竟然成功了。 当时他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支持他,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看来,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一些东西也是值得的。 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不可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放弃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是啊,只有学会放弃,才能把自己的能力用到最该做的事情上,最后获得成功。 生词 生词 偏 作家 当时 可是 正确 理想 专有名词 王红 课文4 如果你想做什么事情,那就勇敢地去做。 不要担心结果,不要考虑会不会失败。 要是太看重结果,失败就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烦恼。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做事情的过程上,这样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快乐。 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给不了的,即使最后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已经努力过,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总结出有用的经验。 有了这些积累,成功自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生词 勇敢 结果 失败 过程 至少 总结 课文5 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可是很多时候,在成功之前会遇到很多困难。 有些人遇到困难就放弃,而有些人遇到困难却想办法解决它。 对困难的态度不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爱迪生就是在找了上千种材料后,才找到了能点亮电灯的材料。 取得成功的人往往都经历过许多失败,他们和普通人的区别,就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所以,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们也要做出100%的努力。 困难只是暂时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我们勇敢地面对困难,才能有希望,取得成功。 生词 取 经历 许多 区别 暂时 面对 专有名词 爱迪生 第十课 幸福的标准 课文1 孙岳和王静聊王静的生活情况 礼拜天有空吗?陪我去逛街怎么样?我想去给丈夫买个生日礼物。 我可能去不了,最近事情多。 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忙? 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工作以外,家里还有母亲和儿子需要照顾。 真是辛苦啊,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注意身体啊? 没事,谢谢。不过现在我很幸福,因为在母亲面前,我可以做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在孩子面前,我又是个能照顾,这让我有了努力的方向。 生词 课文2 高老师 高老师和李老师在谈幸福 你看人家王老师,刚来这儿工作三年就当了教授,还有个好妻子,真让人羡慕。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也是很幸福的,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 是吗?我哪能跟王老师比啊? 你有一个漂亮的女儿,还那么优秀,硕士毕业后就当了翻译。 我女儿确实不错,记得她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就兴奋地拉着我和她爸俩去商场,给我们买礼物。 那时,我和她爸心里别提多美了。 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不用羡慕别人。 你羡慕别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正在羡慕你呢。 生词,优秀,确实,兴奋,拉。 课文3.小宇和小夏聊找工作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要毕业了。 毕业后,你打算做什么? 我还没想好呢,正想听听你的建议。 你觉得在选择职业时,收入重要吗? 在我看来,赚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兴趣才是关键。 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才会觉得幸福,将来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也这么想,如果我带着热情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不会感到累。 不过,现在什么东西都那么贵,生活压力太大了,没有钱也不会过得幸福啊。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不是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 我觉得工作结束回家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看看书,听听音乐,困了睡睡觉,就很幸福。 你说的也对,如果能找到一份自己既感兴趣,收入又不错的工作,那就最好了。 有的人希望穿得再好一些,房子再大一些。 认为经济条件越好,人就越幸福。 其实有很多富人过得并不愉快,而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 有钱不一定幸福,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例如时间,感情,生活经历等。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如果没钱,也很难过得幸福。 当你生病了,如果由于缺钱而不能及时去看医生,你的健康都很难得到保证,就更别说幸福了。 有的人认为工资高能赚钱就是幸福。 有的人认为,心情放松,身体健康才是幸福。 也有人认为,能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幸福。 还有人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糖,得到了就很幸福。 长大后,幸福是一种态度,生活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那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 不管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只要你用心去找,就一定能发现它。 生词,比如橡皮,糖,滴,答案。